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那最近呢我不知道有一条消息大家有关注啊 因为最近很多人想了解一下移民的信息 然后我最近看到的信息说 现在移民新加坡的门槛非常非常的高 之前好像说要2000万人民币还是多少 现在好像已经涨到了一个亿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新加坡是这么多人希望移民的国家 然后为什么他这么吃香又这么值钱啊 要花一个亿去移民 那我今天也请来了一个 内新加坡人或者是新新加坡人 我们请到了我的朋友老张 我的万来跟我们讲一下新加坡 其实我已经邀请他跟我们聊过马来西亚和印尼 然后今天还是聊一下新加坡 为什么我会说你是一个准新加坡 或者是一个内新加坡人呢 是因为我有永居 是因为永居是吧 所以说新加坡其实跟其他地方也是 其他主要国家也是一样的 他有永居和公民这两个不一样的身份是吧 新加坡的永居又比较有技巧一点 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永居 比如说香港的永居 他其实是跟香港的这个 其实都没分别吧 对对对对 新加坡其实不是 首先当然他新加坡门槛也跟香港不一样 新加坡门槛就是说你在做永居之前 你的年限不用像香港人满足六七年 对 新加坡会短很多 跟每个人的情况会不太一样 有些人会三年有些人两年 就可以拿到永居了 可是呢他永居的他会有一个寿命 说我的永居是在五年有一个时间段会给你永居 之后呢第六年过后呢他就会考虑你了一下你是否对新加坡的这个经济贡献啊 你的就业情况啊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生根啊 所以说拿新加坡的PR不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叫永居 他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 不是一个一劳 而且他也不是像加拿大美国那样一个renew的过程 他是不平的去审核你的 加拿大跟美国地方很多时候你要作为一个永居 你就要满足一个居住条件 移民间的条件 移民间的居住条件吧 这点又跟跟跟像新加坡有一个情况是类似 可是新加坡有些时候他会综合考虑 他不单看你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不长 他要看你这个对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贡献 或者是说你有潜在的贡献 那其实是不是我认为可以看作是跟香港的非永居 比如说我拿到的优财签证 但是我可能隔个三年两年需要去renew一下去续签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会去考量你在这几年或者是你在未来 他认为你是不是会对这个地方做出新的贡献 或者你的纳税有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是因为很多是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些时候会把很多是给过度简单化 就把它分成民主跟非民主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认为很多时候世界其他有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说发生在新加坡就是更多是强调一个有效政府 所谓的有效政府就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 我的整个治理里面我都要考虑到有效性 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为这个地方有贡献啊 有对GTB啊对就业啊综合考量 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在新加坡的移民里面 他还有允许说你投多少钱进去 我就给你一个永居 现在对这个东西其实又淘汰了 可是现在又增加一个新的 如果你是属于GAP 这个所谓的新的就是大概在过去一两年 比较企业家吗还是 高科技前年人才的 就是要说你达到一定的门槛 然后又从事比如说互联网行业的 他就有一个快速通道给你 这个其实有点像通过政府的这个引导 把他认为未来有发展趋势的一些行业 把这些人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给吸引过来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感觉是不是 是 就是他有在要配他的国家来讲的就是 他早期说你带钱我就还您 现在说钱我还不怎么差 然后我要考虑其他的东西 说白了你能不能真的是有贡献 你不能说只拿钱过来对不对 你还要给我们的科技行业发展 然后有一些贡献 其实在金融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 就是说他们在这两年比较火的就是做那个 家租基金 在家租基金的时候呢 他们现在是说 基金有一个改革条例就是说 对于好像说你这个人 是不是会长期在新加坡生活 会不会为这个国家有一个生根 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在里面 从国内的看法来讲 他就是像说有一点像各个 好像深圳是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额外的什么人才政策 人才存在法 当然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讲 他能动用的确实就更加多一些 所以相当于是有差别的去欢迎他想要的人才 而不是像加拿大啊这些地方是无差别的 你只要合合条件都可以 对对对 是这样的情况 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新加坡 因为对于生活在 特别生活在香港啊 生活在深圳上海这些人来讲 他们很多人会认为 新加坡跟香港是高度相似或者是雷同的 虽然是政治体制不一样 但是从城市的结构啊行业啊 包括人口的这个这个构成情况 他们会觉得是高度的雷同的 那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这个东西很复杂 我就看回吴琼吴李光耀的书里面 他就跟你讲 他认为新加坡的华人子弟 大部分是属于南迁的 这是他跟在很多对话里面那样说的 邓小便南迁的人 然后大部分是以一些中下界层 特别是农民为主 人口组成 在他的角度来讲 他是觉得新加坡的人口是要 不需要被指名房下领导 同时间李光耀也说 香港的发起是有跟国内的政治相关 比如说国内东大的时候 比如说19年以前 很多这些富豪就从上海移民到香港 这也是说明说 香港有很好的上海菜 可是呢他 李光作为怎么看来就是说 他认为香港的发起是一群商人 一起经营去发起 而新加坡的人口的结构里面 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去引导 它是一个引导型的大政府 还是在某个方面属于大政府型的一个社会 因为香港是完全的小政府社 因为要进入到大政府又很复杂 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 比如说我联想前都是像法国 多少的人口比例是公务员 马来西亚多少人口比例是公务员 新加坡对于这个具体其实我不太了解 不过可是你讲他们的政府是不是大政府 一方面是 可是还有一方面是说 可是他们也是积极的 因为一旦讲到大政府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人家的印象就是说 这个政府不太很积极 可是新加坡政府里面呢 他是大政府的东西 可是呢 他又是很多 好像比如说他们 我们了解到丹马西亚 GIC 这些等于抵挡 等于他国家的多少年 等于国家主权基金 国家主权里面多少年的GDP 他这个一个国家主权就是 然后放在他们这些国家主权基金里面 去引导整个国家的投资和发展 他不引导 他投资 他主要就是直接投资 对 因为同样的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面 人家问他 他讲 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就是说这些基金如果一旦做不好的时候 他就要走市场的规则 所以他为什么讲的是有效政府 就是说 他有一个做得好你继续审存 做不好你淘汰 可是同时间又有个政府的资本 在里面去推动 所以在这个前期上 很难用一个大政府的角度去理解 是的 所以是一个专业而高效的政府去 对 因为在马来西亚来讲 有一个时候 好像萌萌来年的时候 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 政府会继续参与在雇公务员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政府 那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 从专业性角度来讲 其实他们也是一个 在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行业里 比如说你像你说的一些淡马锡 其他的一些国家主权的基金 他们其实有很强的投资能力 那我最近也听说 其实香港已经把很多金融机构 已经把他们的部分的职能 慢慢的去转移到新加坡 那其实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认为是 新加坡在未来是一个可以跟香港 甚至有可能会超越香港 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 一个位置来去发展 就我从很多时候 我从一个比较懒惰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这两个互相学习 就假设说一个国地方的 所以是16 一个是16.5 一个地方搞SBS 就是特取投资公司 SPAC的时候 另外的地方也会去搞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东西 大家都是在竞争当中 不过大家的背景又不太一样 所以新加坡跟香港 其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竞争 然后处于一个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我的了解是 新加坡它也是以金融业为主吗 还是说它其实是有好几种其他的行业 它的金融业里面 其实我觉得跟香港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的股票市场的体量 不活跃 体量盘子也会比较小 因为当然因为国内很多的社公司 都是通过SENTER 在窗口进入资本市场 是 然后有这样子的依托 像新加坡它这个国家 就本身六百万人口 产出的企业 产出的GDP 就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它同样的 它跟马来西亚有做一个相似 跟一个做一个商边的交易所的互通 这样子 就是也希望扩大自己这个交易所 在区域的影响 对 但是我们之前理解总是觉得 它好像还是以辐射东南亚 包括印度这些地方为主 我们的印象是这样 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的一些人觉得说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资产更加有保障 新加坡 就是我们理解的 你懂的 是的 所以说它还是 我一直认为新加坡是一个 比较有发展前景 甚至是它在 已经处在这么样一个位置 它仍然 根据我们现在的 对于未来的一些判断 它可能还是会 获得更多的优势 来推进它 更多的去往前发展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这样 因为它 你既然看到成功 你就看到它很早很早以前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说二战时候 很多时候 这些国家 逐渐逐渐的 从这些英国 法国 这些国家独立起来 这时候你这样的想 这其实不是我说的 这个其实是 那些世界遗憾 他们说的 这新兴国家 就这样想 我们今天这民族 起来了 起来了过后 我们第一件事等 去殖民化 可是这个是 去殖民化有个问题 这去殖民化就是说 我们不再欢迎我们的英国 美国 法国 这些曾经殖民过我们的地方 虽然美国没有所谓的殖民将 的国家 那太多 除了菲律宾之外 不过就是 我们不欢迎我们 我们站起来了 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 我们就不跟他来往 对对对 就有点说去殖民化的 这个都太多 这个是 可是这时候 我为什么提这一点 因为新加坡一开始的时候 就差不多就说 我们不要搞这样的东西 我们呢 才是接受说 我们的历史背景 来不是作为开拓 新加坡的英国呢 我们要把它高高的 这个继续纪念起来 在一群的竞争 这些这些 这些新型发展的国家 每个都把他的殖民者 给推倒了 新加坡就是那个 还是继续肯定 不计前嫌 继续合作的这种感觉 就至少说 至少走向一个友善的 这个双臂吧 对所以我一直认为 新加坡的政府是一个 包括新加坡这个国家 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非常利用它的这个 这个有用事的 每个国家都想 马来西亚也说 我们要推崇 我们本土的土著的权利 我们印尼要说 这个大 大印尼这个想法 怎么样一个国家 在了解自己的 自尊心的同时 在我自己的同时 也尊重下来 这个其实是很难拿的 因为你发现不管是 大国小国 其实到最后 在这个纠结点都没有 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新加坡我理解 它的人 和华人比例是非常高的 对 你觉得有多少 大概有没有类似的 分六七十吧 分六七十 二十个%是马来人 然后还有印度人 还有欧亚人 可是他们的特点是说 因为为什么我讲他们是 有些政府在一起 他们其实把很多东西都规划在里面 比如说你知道到80%的人口 都是住在政府的公屋 政府建的物质里面 他们在建的物质里面 他们也是有一个强调 整栋楼里面 我们要确保有足够的种族配比 所以说他们连住在一个楼里面 就政府规划 他们都会规划好 对 我的多少人口比例是华人 是马来人 是印度人 还是什么 他都会设定好这个事情 对 这个就是我认为呢 相较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 他就不认为走向一个大地 他也不希望你华人成为 一个新加坡唯一的 是一家独大的一个 所以新加坡很多时候不纠结 面子又做各位 比如说为什么呢 他虽然主要人口是华人 可是华语 意大利亚语 马来语 英语 都是官方语言 所以 可是 大家交流的时候只用英语 包括华人跟华人 当华人要进入在一个商业市场里面 他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好英文 他就是不被这个市场给认可 所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纯 我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纯西化和西方的一个国家 可以这么讲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 他其实是有 像你说有好几种官方语言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那边工作 政府会 政府都会说政府在正常机构里面 都用英语 就是说到最后 就是每个族群的面子 我都顾上了 可是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以英语为主 为主 作神以为也好 作为世界交流也好 作为种族自己都可以好 大家都没有一家独当 这个当然也有他自身的立场 因为他的市场毕竟也是一个没有这么大的情况 做贸易 为什么成为今天主要的贸易的地方 主要的商业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我理解在新加坡 大家还是以做金融和贸易专口为最主要的行业 对 那你认为在新加坡工作和在香港工作的感觉 或者是比如说对比一下新加坡跟深圳来比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从工作点来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你要使用英语之外 其他的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工作的节奏 然后 这个题目太大了 不过我就 我们在某一两个点 是了解的 因为深圳的看法就是它是走向 曾经是一个县 到现在也是一个创新为主的地方 每个人都来自于中国的各个地方 都聚集在深圳这个地方 在这个特点上呢 其实没有大家没有太过强调身份的背景 在这个词面上其实是跟新加坡类似 就是大家不讲什么种族 先先讲 哎我们先把英语念好 大家去做生意 这点是跟深圳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相似之处吧 当然不相似之处就是深圳是一个科技中心 其中更多是一个金融贸易 如果跟香港这样两个地方 长时间都在这个商业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吗 还是差不多 我认为是差不多 大家的工作形态啊 工作的形式啊 状态其实应该我理解是差不多 因为我没有去过 像香港特点制作的必定 比如说广东话还是作为一个 这可能还是语言上有一些不一样 那从收入上呢 你觉得从GDP的角度来讲 新加坡就高过香港 那从比如说平均 或者是你了解的周围 人均中位数来讲 新加坡高过香港 但是因为我听到过好几个朋友跟我聊过 说好像如果他要从香港转到新加坡 去做同样的工作 可能收入会低一点 对 这是因为他人均的这个收入差距不会特别 不像香港 我是觉得香港的人均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可能你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跟你做很高的位置的专业人士来讲 好像差距还是很大 因为香港的人均中位数是 一万八左右 对一万八两万 基本上是属于新币的大概三千 新加坡应该是高过这个 人均就是高过这个数位 对 对 对